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一期的视频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讨论RAFT 如何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可能的这个研究视角 在如何用RAFT检索海岸文献那一期的视频里呢 我们已经讨论了怎么用RAFT来做初步的文献收集 但是呢初步的文献收集 它只是我们做文献综述和整理的第一步 作为研究者我们需要甄别学术界对某一话题 已经有了怎么样的研究方法 然后现在的研究动向是怎样 还有将来的研究趋势等等 我们想看就是其他的研究者 已经从哪些角度做过什么样的研究 从而确定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角度和方法 避免重复他人的研究 或者来探索用新的研究视角来讨论我们的研究对象 那我们还是用这个德国嘻哈音乐来举例 就是说如果我的这个研究我想做的这个话题呢 是德国的嘻哈音乐 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检索开始 德国的嘻哈音乐都是我的这个研究的主题 那我希望我所有搜出来的结果呢 都是把这至少这两个同时都是这个作为研究主题 来讨论的这个文献 然后可能进一步呢 我会想说我要看进所有的这个会议文献的 关于德国嘻哈音乐的这个研究 比方说吧 这一篇我觉得可能和我的这个 可能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一个文献 点开以后呢 当然在RAV里面所有的文章你点开以后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叫做科目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科目是什么意思 其实科目它是这个Apps Code的这个界面翻译的一个问题 它其实应该是主题 它对应的是我们刚才检索用的这个就是研究主题 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所有的这些词 这很多很多这个主题词啊 所有的这些主题词呢 都是这篇文章所讨论的话题 但是我们来看好 它其实是有有区别的 就是主题词和主题词之间 我们首先看到德国和嘻哈音乐这两个词呢 已经就是被加粗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两个词 是我们刚才用来做检索的这个主题词 那它就是就是告诉你说这两个主题词 在这篇文献里的 它和以及它和其他的这个主题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我们看见它其实是有七个 七层这个主题 比如说第一个是德国 第二个是社会学等等 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这样的不同的主题 大的主题 那每一个主题下面呢 它有一个就是进 每一个主题进一步做了就是细化 为什么呢 因为这篇文章当然了 比如说第一个德国 这篇文章不光是说德国 它说的是德国的文化 然后进一步这个可能是一个文化运动 我没有看摘要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然后以及它这个具体的文化运动 德国的文化运动和嘻哈音乐之间的关系 怎么说呢 这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主题词 或者是内容索引链 它像链条一样 每一个链条的第一个词呢 都是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这个大的研究主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横向的来看的话 每一个链条就是告诉你这篇文章 具体的怎么样探讨一个主题 那如果纵向的来看 就从上到下我们看这篇文章所涉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很直观的看到 这篇文章所涉及的所有的话题 或者说研究主题 那这里呢就有七个不同的研究主题 比如说德国社会学 hiphop 嘻哈音乐 流行音乐 嘻哈文化流行音乐等等 那 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有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浏览一下看到以后 发现有一个主题 大的主题叫做transculturation 这个可能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说 研究视角或者是一个 一个相关的可以发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我对这个主题有兴趣 我可能想看说这个transculturation和 在德国的一个大的情况 因为虽然transculturation在德国的这个transculturation 可能和嘻哈文化 嘻哈音乐并不直接相关 但是可以为我的这个讨论提供一个背景 来支持我的这个德国嘻哈音乐 嘻哈文化的这个这个讨论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这所有的词都是可以点击的 如果我点击这个transculturation 出来了2000多个结果 这是很多的 然后我刚才点击以后 它数据库它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它是把所有的文献 就是所有的把transculturation 作为讨论主题 至少作为一个讨论主题的 所有的文献都被搜出来 所以就是说这2700多个呢 它都有讨论transculturation 但是我我想看的呢 是德国的这个transculturation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再加一个德国 就和我们刚才的这个检索 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要把德国作为主题 这样再来再来看 就减少到88个 那这88个文献呢 都是有讨论transculturation 和德国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再具体去看 这些文献是怎么样讨论 在德国的这个跨文化 然后如果大家还想再做细化 再做这个叫怎么讲 精确这个检索结果呢 那左边当然我们还可以限定日期啊 文献类型啊语言等等 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退回去到 到这一篇文献 还是回到这个transculturation 就是这篇文章的具体的这个 内容检索这里来 看到这里transculturation 然后因为这篇文章是说的 德国的情况 所以它transculturation 这个这个链条啊 就整个这个链条 transculturation是第一个词 然后第二个词呢 是德国 那我想着说 是不是可以直接点击德国 如果我直接点击德国这个词 它会 它所要做的检索呢 就是说所有的 把transculturation作为大的 这个就是最最犯的 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词 然后在德国的情况 把所有的这样的文献 都给你找出来 所以我们来看它 出来46个 它做的检索呢 其实就是把transculturation和德国 作为一个综合 就是复合词 来做了一个检索 比如说第一个文献 我们看见 transculturation然后德国 这两个词是都被加粗了 因为这两个词是 就是这个复合词 是我们拿来作为检索的这个词 然后我们来看 比如说这一篇 是一个期刊文章 它讨论的是 transculturation也在这里 它讨论的是德国的这个跨文化 然后和流行音乐 以及就是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这个呢可能和我的这个讨论的主题 就是德国西汉音乐并不直接相关 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呢 去看在德国的跨文化 它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 作为我们大的一个研究背景 它怎么样和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和音乐相关的 主题是怎么样被讨论的 这个可能就是说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一个 就是这样的方法 就是对我们的研究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扩展我的这个 呃 视野的一个一个方法 嗯 然后从这篇文章呢 比如说我觉得 哎 这个德国的音乐生活 呃 这个可能对我的这个德国 呃 西汉音乐研究也是有有好处的 那我可以再从这里去点击 比如说我就想找德国的音乐生活 从这里 点击音乐生活 就是他会给你找出所有的 跟德国音乐生活相关的 那这这个就就很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去做限定 比如说把这个和 西汉音乐 同时作为主题 啊 那就现在就只有一个 呃 我给大家举的这些例子呢 就是还是想啊 告诉大家说有很多的方法 就是通过 啊 通过我们的这个 内容索引 或者叫叫主题索引 呃 来来探索 呃 无限的这种 呃 可能性 呃 当然也就是要 需要大家来自己做这样的 探索 因为我这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因为 呃 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每个人的研究兴趣也不一样 所以呃 需要大家去 自己去去去去探索 啊 怎么样 用这个 啊 内容索引来来找到 来发现自己 呃 感兴趣的 而且是相关的这个文献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说明镝宜呀 谢谢大家